南韩所有地铁警服攻占前的十字路口 原本有一台ATM自動櫃園機 甚至在這條街上七年後 在去年年底移除了 網路論壇上 不少網友對於長久使用的ATM消失感到可惜 隨著電腦和智慧手機的金融業務增加 南韩各地的ATM都在減少當中 6月末基準 四大市中銀行運用中的 現金自動進出禁止是16,400億元 昨年末比例 半年後的400個以上 日常平均2個以上都失敗了 三年前比例 約4,500個都失敗了 對銀行來說 ATM是不賺錢的業務 民眾也因為使用信用卡 行動支付和網路銀行的日常化 現金存取頻率大幅減少 去年南韩各項金融業務當中 ATM佔比只有14%左右 最近遇到節慶 用手機線上匯款 取代用現金包理金的人也變多了 今年中秋節就有民眾在電子錢包標示 中秋零用錢和中秋獎金 匯款傳達新意 有網路銀行業者透露 使用手機會中秋禮金的人 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2021年和2022年的使用次數 分別比前一年增加了39%和17% 從小到老各個年齡層都在使用 其中最高齡的用戶達到90歲 하루 평균 이용금액이7400억 원을 넘길 정도로 간편送금이 대세로 자리 잡으면서 명절에 용돈을 주고받는 문화도 바뀌고 있는 겁니다 전문가들은 모바일 메신저나 이모티콘 등 각종 부가 서비스와 송금 서비스를 함께 이용할 수 있다는 점이 소비자들을 끌어들이는 유인으로 작용했다고 분석합니다 隨著金融科技產業發展 預計未來使用手機會款的人 會越來越多 為了一部分不熟悉數位金融的弱勢族群 銀行表示 在沒有實體銀行據點的地方 仍會維持ATM設置 人在服役中的ATM 也陸續引進人臉辨識系統 얼굴인식을 시작합니다 얼굴인식이 완료되었습니다 환전한 돈을 찾으러 은행 영업점을 찾아갔습니다 현금 자동 입출금기에 달린 카메라가 얼굴을 인식하더니 순식간에 확인이 끝나고 돈이 출금됐습니다 은행 앱을 통해 얼굴을 미리 등록해뒀기 때문인데 창구에서 출금할 때 역시 신분증을 제시하지 않아도 됩니다 2019년 남한就有銀行推出 伸出手掌 進行静迈 實名認證服務 如今科技再进化 只要刷臉 就能領錢 身無認證方式擴大 讓實名認證 變得更簡便 也有助於 年長者和殘障人士 使用金融服務 TVBS新聞 綜合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